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3.5的部分 3.5的部分呢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元素符号表示的量 那这一边其实就要讲到说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原质量 它其实是算质量 但是因为质量 如果你用KG的话 那个数目很不美 然后呢也很难看 所以呢 而且我们发现到呢 那个质量其实也集中在什么呢 中指跟直指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中指跟直指的那个比的话 就是中指跟直指的质量呢 也其实蛮靠近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取了一个什么 中指跟直指的一个平均 平均的质量当作为一个 一个reference 然后呢 拿来作为那个标准这样子 所以其余的呢 如果你有 如果这个原子元素有 有比如说五个 两个中指 两个直指 那它就会算到大概呢 会靠近四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用什么标准呢 从很久很久以前 我记得说 你可以看那个小档案的部分 然后它从它有用过氧的十六分之一 当然你也不用去理这么多 今天我们的标准呢 我们是拿碳的十二分之一 所以碳本身呢 就是十二 那其余的话呢 像青是一 碳是十二 氧是十四 氧是十六 所以这些数字呢 就变成了整数好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属的原子质量 那这边呢 我有给了 我应该是有给一个 就是我 h是给1 碳是12 碳是14 氧是16 那是23 铝是27 X是32 铝是35.5 那你就会讲 老师你又讲整数呢 为什么这个有35.5 哈哈 哈哈 有些元素是这样 它有一半的几率 会出现35 一半的几率会出现36 但是为什么它还是这个 绿的元素呢 因为它直指的数量是相同的 所以它中指的数量呢 它有时候可能多一率 所以变成了它整个的平均起来 就会得到35.5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它其实也要看说它在自然界中的那个量 我们35的量跟36的量平均起来 这样子 所以它还是会有出现 点5啊 小数点的情况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氧气 氧气其实是O2 所以它会有两个O O是16 O是16 所以它就好像就要乘2 所以得到32 哇 还有很多人选16啊 氧原子才是O 氧气就是O2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啊 所以你要首先呢 先要看一下它是 它的化学是怎么写 然后有多少个碳 多少个氧 多少个等等的元素 一样的话它是一个C 一个O C是12 O是16 加起来 A16 加起来是28 你不要点 蛤 怎样用考虑器 因为你们明天考Mathematical可以用啊 大家好再讲 然后这个有点0E 你应该就是用了其他字 因为我上面有Galbera Ferencial 应该是整熟的啦 这个多数写那个等于CO啦 我没有要你啊 写那个化学元素出来啊 所以这个很可惜哈 然后呢 二氧化碳是CO2 所以还要O 还要再加到一个哈 所以这个16就要乘2 32 32加加12 等于44 这个 这个同学啊 他一直都做对啊 只是多手写那个 后面等于多少啊 等等的啦 你只是多手写那个吧 应该就是0分的那 因为刚才是谁0分啊 好像是 好像是宣伟 OK 这再来绿化纳 绿是35.5 纳好像是23 然后呢 加起来呢 就是58.5了 所以这个也是大部分做对 54 54你是用了35 罢了是吗 这个也要注意啊 58.44 你是用回正式的吗 正式的那个 所以 所以 so again 你要跟回我给人资讯 好不好 二氧化硫 两个氧咯 O2 32 对 16加16 32 再加硫 硫好像也是32 所以这几次算到是64 64 然后三氧化硫 就要多多一个氧 我们再加多一个16 给它 就会得到80了 就这样了 这个也是 真的是多手写 那个东西 氢氧化钙 我们氢有O 氢是H1 O是16 然后钙 钙是2加的 所以它是CaOH2 所以这里是得到17 这个17必须要成的 再加上那个钙 钙如果没有记错 是40 所以就会算到74 这个57 有7个人 去算到57 应该就是Low算了一个 OH有成2 应该是Low了OH有成2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 OH是负益价 CA是增二价 所以你交叉的时候 应该是CA跨股OH2 这一位同学其实是对的 他反而有去写 那个化学诗出来 氢氯化碳 氯是C 35.5 CL CL有4个 35.5 它是CCL4 这35.5 乘以4 再加上那个C12 就会得到154 CCL这个也是对的 可能我在手动把它改对 不然的话很可怜 明明就对完了 氯化铝 氯是CL 铝是AL AL是三价 氯是一价 所以你的正式来讲应该是ALCL3 所以AL我忘记了 你让我看一下 ALCL3 所以他的AL是27 加上35.5要乘上 ALCL3 得到133.5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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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133.5 这个没有.5 没有.5 OK 最后一题 这一题是最复杂的 我稍微写一下 首先他的硫酸来讲 他是SO SO4 二负 对吗 SO4 然后他的氢是NH4 正 甚至代表一加的 那交叉的时候呢 应该是NH4 要这一边要乘以2 再加上 不是加 我们没有写加的 直接的连接这个SO4 OK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按计算计可以吧 应该可以处理 所以首先 N是14 加上H9 跟H1 18 再加4 所以是等于18 所以整个来讲呢 我们直接用18乘2 就好了 因为整个挂扑成分 然后呢再加上 S32 再加上O16 总共有4个 O4的意思 所以就会得到132 只有3位做对比 这一题非常难 这个同学做对哦 所以他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嘛 你看 我再手动帮你改一下 你不至于是0分的 OK 这一部分OK啊 做出 有点 好 就是 你